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时间4月15号 又过了12点多 每次到这么迟 才有时间来录这个五分钟的分享 今天我想结昨天的话题就是讲人的罪行 昨天讲到人的罪行是我们自己不能自拔的 人家贪婪 妒忌 恼怒纷争 这些各种的罪行一直让我们人进入这种困境 贪婪 就让我们落入这个变成贪官 最后落入这个抓起来建监狱 然后我们自私 我们这个自立 这个自以为是在婚姻中 在家庭中 各种关系中让我们变得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 我们自己为中心 自私 最后把各种关系搞坏了 这个让我们也是走入这个绝境 在工作中我们真名真利 跟同事合不来 所有的这些都是让我们进不去 就是进了这种生命的这种好像是死角 那么在这中间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们 因为他是无罪的 他圣洁的生命进入我们里头 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不一样的生命了 那这个圣经也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 人间 没有释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但是耶稣他可以救我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叫做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放 就是耶稣爱你 耶稣他能救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 就是耶稣他能救你 救你脱离 脱离罪恶权尸 带你今日 今日光明过渡 耶稣他能救你 耶稣永远 耶稣永远爱你 这首歌是不是很美 而且很有意义 歌词是这样 可能唱的时候你不一定听出来 就是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的生命中最大的福放 就是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他能拯救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 就是耶稣他能救你 救你脱离 脱离罪恶的权势 带你进入光明 光明的国度 哦 耶稣爱你 他能拯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这样的福分你要吗 耶稣可以救你 不管你现在在生活的任何情况 他都能够救你 因为他是神 他是创造宇宙的天父的儿子 他知道一切的奥秘 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如何 他可以给我们指出生命的出入 生命的道路 他说他来世间 是为了给我们生命 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而仇敌来 这就是像魔鬼的仇敌 来的是偷窃 杀害毁坏 我们的生命 事实就是讲 当我们追求世上的那些东西 魔鬼跟我们的东西 名啊 利啊 地位 金钱 甚至追求爱情 最后就是粉身碎骨 赔上生命 什么也没有 活得真的是很辛苦 很累 那么神跟我们的生命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 一个丰盛的生命 真的巴不得你得到这份福分 好 今天神 我就分享到这里 神祝福你 明天节目 明天节目